2020年1月9日商务部对外发布消息 应美方要求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前头人柳河 将于本月13日至15日率团访问华盛顿 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金贸协议 双方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的具体安排密切沟通 许多人能再猜测中美这一次是否真的能够签订协议 特朗普是否会再玩变脸 我之前就说过中美贸易战双方的手号都非常巨大 需要中场休息以便下半场再战 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断言 刘鹤迟去华盛顿双方必须会签订协议 而且这份协议事实上已经成型 此次刘鹤去华盛顿并非去谈判 而仅仅是为了参加签职仪式 双方所有该谈的都谈过了 协议所有的条款的边界和措置 都已经完全敲定 甚至可以说这段时间中方牵头人的主要经历 并未放在贸易协议上 而是在其他方面 细节工作是由中西城的人员完成的 至于这次协议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我不做具体评论 但是这一次签订协议 的确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微妙影响 需要认真评估受中美谈判气氛影响 近31个交易率 人民币的汇率涨于2000点 离岸人民币升破6.87 加之之前传来的消息 美国财政部取消了对中国汇率超众国的认定 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币多头 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可以从政人民币顺分值得欢欣鼓舞 但我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极大阴谋 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对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 2019年全年贸易额仅增长3%时 这是用人民币来计算 如果用美元计算 全年贸易额甚至出现小数下降 形势可谓严峻 净利人民币汇率大涨 必将给利润微薄的诸多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进而严重影响就业 这是美国冲击中国的第一级 接下来美国将利润人民币汇率上涨 在汇市股市七十上大势炒作 美国要减中国的羊毛 这是美国冲击中国经济的第二级 如果不能够未雨绸缪 更由美国持继得逞 在未来的中美第二阶段经济血涨中 中国可能会很快陷入被动 因此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必须极度地注意的一个现象是 无论美国主张谈或者是打 都会与金融市场相配合 每次谈或者打 美国都会设法从中获得巨额的金融利益 除了香港金融战美国失散之外 近两三年美国在一系列的金融战中 可谓爽无准 看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 的确有水多显得破破烂烂 又向第三世界看齐的趋势 但是美国的金融战争能力并未减弱 甚至有更加强大之势 中国绝不可以掉千辛 以往中国解决人民币过度升值的办法 是发展一带一路战略 增强跨解贸易人民币结爽 把人民币打出去 以便卸去国内资金池的超高水位 但是由于美国采取利益盈酷的金融战手段 以及一系列的地缘破坏措施 使得中国的泄水战略受到了严重阻碍 温定赚钱的项目相当难找 甚至前期建的水度工程 已经纷纷遭遇黄带难的问题 可以说继续大量地把钱赏出去 风险相当巨大 但如果不采取这种向外泄水的办法 让大量的资金在国内继续沉淀积累 赤热的泡沫终将成为爆炸性的危害 反过来如果在国内直接抑制金融泡沫 收缩货币流通 这会直接导致诸多的企业资金链断裂 现今局面可以说 中国已经是进退维股之鱼 中国金融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当然国家对持续并非没有反反 有消息称 习近平2020年第一次出反 第一就是缅甸 这显然是要加强中美经济轴篮建设的信号 预计中国将会列强家属中美经济轴篮 中巴经济轴篮建设实现津津的有效流动 部分卸取国内至今高水位 建设两条轴篮一个是好处 缅甸都是中国的领国 在中国的地域控制能力范围之内 美国难以插手破坏 从不利的方面说 由于地势险峻 两条轴篮的建设都需要耗费拒之 这种投资效益必然是较为低下的 会收其极为慢产 然而由于两条轴篮的战略意义极其重要 再花钱也必须去做 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势下 更是具有刻不笼环的要求 美国的战略相当清楚 一面是进行金融进攻围剿 另有方面是对中国的地缘战略进行破坏 使得中国的资金无法打出去 只能困兽国内 美国税可以利用施行减羊毛的讲述 对中国来说 很难与美国在金融市场上反复硬碰 能够看看美国的只能是地缘方面 所以近来关于中美地缘对峙的地方 相关消息非常多 以这一两天为例 澳大利亚山火使得天气变朝 外面进来从中国身上找原因 伊朗中国爆发 有些示威要求最高领袖下台 美国趁机伤分点火 上海市解除了与捷克布拉时隔的有存关系 捷克过来挑战一个中国人者 值得注意的是 地上热点消息的来源地 正好都处在中美两国地缘斗争的边界地带 之所以热点集中于此 我认为并非偶然 而是与中美斗争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美当前地缘斗争最为激烈的地点是在伊朗 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了一激烈行动 矛头直指最高领袖哈密内衣 总的来看目前的形势是中美一方面在金帽上寻求和谈 但另一方面双方在金龙和地缘上又暗斗不止 不应幻想有中间折中的办法能够解决问题 目前美国也是被逼入了使胡同的强烈出击 不会丝毫地留于地 看真不到位 美国是不会双手的 这是真正的意志和决心较量 在最关键的时候 看的往往不是实力和能量储备 而是勇气意志和魄力 面对美国的双双之事 中国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 同时又要充满智慧的与之周神抗衡 未来以来革命还未成功 我们还得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 事到如今我们得明确一个事实 贸易战还没有结束 毕竟我们的目标是 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全部取消 如今的情况仅仅是实现了由升到降的关键转变 回望来路特朗普以及他的团队 有多少次反复 有多少次变点 有多少次极限施压 我们理应几得清清楚楚吧 其实这一切都是不确定性 在众多不确定性的当中 人种希望抓住一些不变的东西 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 那我们该抓短一些什么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扎扎实实集中精力 独定不移地干好自己的事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国跟家有时候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有内部的事物 有外部的压力如何处理 其实就是要分清楚 轻重缓急 抓住主要的矛盾 我始终兴奋的一点就是 你自己强大了 外部的不利状况会有所改观 就跟家庭之间的家处 你们家富裕起来了 很多远方亲戚都会主动来拜访的 你们家穷得叮单响 家门口的亲戚可能都不愿意出手搬城 这很残酷也很现实 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比这个更加现实 更加残酷 所以我们还是要扎扎实实 做好自己的事 国家如此 各人一来 我们是适应了 每个人都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 那么汇聚起来 就是一个强大且升级勃勃的中国 最后就强调一句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狂风骤雨可以先翻小池塘 但不能先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的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那 是的 大海依旧在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